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是我要跟你分享的 就是常见的基本动作 以及如何正确的去执行 今天其实我要来带我小孩来公园玩 你看他们在后面玩找他的朋友 然后呢我不想要坐在这边发呆 然后没事做 或者是有一些事我是必须在用我的电脑做的 但是我也没办法做 所以我想要用这一小段的时间 来录制一些影片 与你分享如何正确的执行最基本的动作 哈喽你好我是Gladys 如果你还没请考虑订阅我的频道 我的频道有运动训练 肠胃疗愈及自我成长 我们马上来看一看 常见的六个基本训练动作的错误有哪一些 第一个动作Squat 蹲的动作 Squat是一个非常基本的训练动作 但是呢有很多可能是新手不知道该如何执行 做出的错误呢有这一些 膝盖蹲的时候会内扒 或膝盖过度外扒 屁股没有往后蹲但膝盖往前 这些都是非常常见的错误 可能是新手不知道该如何执行 又或者是一般通常常见的 我的学生是半公主或者是女生 那这些动作都很容易的可以纠正过来 正确的执行方式是 双脚站在屁股的外侧 脚尖对前方膝盖对起脚尖 把屁股后推 你也可以再把你脚站更宽 当你站宽的时候你的脚尖 会稍微朝外一个小小的V字形 一个形状 然后膝盖呢一样要对起脚尖 屁股往后蹲 屁股往后蹲 找到自己的中心点再站直 现在艳阳高脚 31度耶高雄 超热的 第二是伏地挺身PUSH UP PUSH UP的动作同样是非常基本 非常常见的动作 只要你会做了正确的PUSH UP 很多变化 你可以加入到PUSH UP的动作当中 PUSH UP常见的错误有 常见的错误有 手太窄 然后你试着把你的手都往左右两侧打开 这是错误的示范 第二是你的掌心 朝外 这也是常见 第三 手肘 往左右两侧 打开 这样子会导致你的肩膀很不舒服 再来 屁股太后面了 你的肩膀在掌心的后面 然后你再做膜拜的动作 那正确的PUSH UP要该如何执行呢 第一 双手的距离 双手距离肩膀的外侧 然后再把你的掌心往下移 它刚好在胸的两侧 所以胸的两侧 肩膀的外侧 这样子的宽度会让你的肩膀 以及胸肌锻炼得更好 更有效 双手在肩膀的外侧 把身体往前推 好让你的掌心在胸的两侧 手肘弯曲 手肘行成一个45度 四点钟与八点钟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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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之前有做过一个正确的棒式执行 但是我今天要讲一下 错误的棒式 常见的错误有哪些 第一是你的腰椎 非常的重要 常见的错误呢 棒式 屁股太高 肩膀已经在手座的后方 常见的第二个错误 腰塌陷 然后翘腾 导致你的腰非常的不舒服 要将你的棒式做到正确 至少你的动作执行 不会危害到你的脊椎 第一 你必须夹臀 第二 肚子收紧 然后把你的背 整个身体的背后 形成一条直线 第一 把腿伸直 然后夹臀 挺胸 好 让你的背形成条直线 夹臀 以及肚子收紧 就能够大大的提升你的动作执行 我们要来这边玩喔 他们要来这边玩了 赶快 好 你好 第四 弓箭步 这个动作 会让你又爱又恨 我一开始在做Lungers 弓箭步的时候 我真的非常讨厌弓箭步 但是我告诉自己 越讨厌的动作呢 你越需要去练习如何去执行 正确的去执行 那在弓箭步常见的错误呢 有 走 双脚的步伐太窄 导致你膝盖弯曲 膝盖会往前移动 这是错误的动作执行 当你站回去的时候 你的脚跟会放回去 这也是错误的动作执行 如何正确的做弓箭步呢 第一 你必须把你双脚站很宽 一前一后大约有一公尺 如果你是腿长的 你的距离还要再更远 第一是距离 第二是用你的后膝弯曲靠近地板 我们马上来检查动作 让你的双脚一前一后 大约一公尺 腿长的再往后 你的左右脚要分开 大约是宽的宽度 避免站成一条直线 这样子很难去平衡 所以双脚分开左右脚 然后把你的前后脚大约一公尺 后膝弯曲 后脚跟一直都离开地板 后膝弯曲直下直上 让你的身体形成一条直线直下 再直上 记得你的后脚跟是离开地板的 一旦你把后脚跟放回去 你的身体的动作就会变成一前一后 中午了 小朋友要回家了 我现在可以做我的影片 接下来是side plank side plank是侧边的棒式 然后侧边的棒式呢 常见的错误有 腰塌陷 身体没有形成一条直线 常见的错误 手肘太远 然后侧不起来 腰塌陷 侧边的腰塌陷 或者是宽掉在地板 然后屁股在后面 身体是歪的 正确的执行呢 手肘在肩膀的正下方 先把身体摆成一条直线 上面的脚放前方 把腿绷紧 屁股夹紧 然后用你侧腹的力量 把宽推上来 当然你可以用手臂支撑 先帮助你完成 动作的形状 好完成动作形状之后呢 你可以用你的侧腹 将你的宽推向天花板 你可以插腰 如果需要你再用手 轻轻地扶着地板 第六 仰卫起坐 sit up 错误的示范 双手抱着头 在这个动作呢 你已经把你的头包在一起 然后只是用手的力量 把你的上半身卷上来 这样子对你的 腹部的训练是效益不大的 同时呢 它其实更伤害你的腰椎 正确的动作执行呢 将你的双手放在头的后方 用两根手指头 轻轻扶着你头的重量 然后呢 你不需要到完整上来 你只需要做一半的动作 做crunches 一半的动作 用肚子的力量 把上半身卷上来 让你的手肘左右打开 好的 这就是我今天想要跟你分享的 在很多的训练动作当中 常见的六个错误 以及如何正确的去执行 希望这影片可以帮助到你 我现在要回去找我的小孩了 你骑完了吗 还没 我要回家了 我的工作完成 他的工作也完成